本期话题实行没那么随便,咱们看影视剧经常会有这样镜头说,犯人犯罪了当官的,你别管什么官,就连最低级别的县令也好像有着权利,一白金堂木给我压下去看了,不光是一些情节荒诞,胡编乱造的剧,喜欢这么演,就连比较严肃的净剧,你比方说神弹敌人节都这么演,有一集里头就有这么情节,说一个恶毒纸,把一个告状的人当场给打死了。 而且还是在县阳门口,剧里头这个敌人节旧气的啼翘声音,一个恶毒如此猖狂,眼里还有文法吗,来人给我把他砍了,当场就给杀了,这感觉在中国古代这脑袋可不稳,当当官儿让他掉就得掉,说跟在现代社会不一样,又是这个事情,你得经过检察院法院,然后还得是死刑核准往上级来审查,最终才能确定这死刑, 说着现在这般死刑多麻烦,这古代说又掉脑掉脑的,实际上这样的情节在真实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古代死刑,可没电视剧里演得那么容易,那么随便古代死刑,在各个环节上跟今天判死刑区别并不大, 那么古代的死刑呢,不是说死就死,也不是谁都有这权利,让谁死就让谁死,那为啥古代对死刑这么严谨呢,有这么三个原因,第一个是珍惜人口,第二个是敬畏生命,第三个是盛行的思想,咱们先说头一个珍惜人口,古代呢属于农业社会,那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是什么, 劳动力包括打仗最需要的什么,也需要人,一边是呢打仗的兵,一边是呢给兵种粮食,这都需要人,所以咱们看五月季战开始越过打败仗,这个勾建我心尝胆之外呢,发布了不少富国强民进程,其中有一条就是休养生息,鼓励生育,甚至还要强制作美,到了年纪必须结婚,生孩子给国家添人口,所以在古代呢,任何一个劳动力的损失啊,对国家来说, 都是可惜的,基本上如果不是十恶不赦之罪,死刑都不会轻易执行,而且每逢皇帝的秀成那几日啊,或者是新皇帝登基啊,都会有大规模的赦免,即使是已经判处死刑的历史,也专门有一套啊审核制度,只要是经过完整审核之后,犯人才会被执行实行,你别说县令了,就是一个宰相,碰到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不经过专门的审核机构,审核西制 就给杀了,那也属于滥用死刑,皇帝要追究下来,你就属于犯罪,而且很多侨代啊,这个审核的最高机构啊,都是皇帝,皇帝得亲自下令这个人才能杀大党,真管,我年的时候,就唐代中在位时候,就有这么个案子,说河内说,河内是哪呢? 不是越南啊,是现在河南的北边,河北的南边,再加上山东的西边说,说白了山馆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整年疯疯癫癫,谣言获重 今天说大唐要网了,明天喊天冰天将要把唐代中抓走了,就这种,那按照大唐的法律呢,凡是口出妖网机言,并且涉及国家安全和君主的都得处于叫醒 按照这一条呢,大唐的最高法院,就大理事,就应该判定李好的实行,但是呢,咱们想,这李好的也不想造反,也不想报复社会,他为啥有妖言获重呢? 当时大理事成就是等于是最高法院的这么一个审判官吧,法官叫张运古,他就有怀疑,最后一调查呢,发现这个李好的是个精神病 这当朝大唐的法律,还有一条就是八十岁以上的,十岁以下的,还有呢,包括有妒疾的,什么叫妒疾,救济不好的病或者重病,这三种人可以免出实行 但是这个免出实行呢,你得请示皇上才行,所以张运古就上咒给唐代中说,李好的精神病属于是妒疾治不好的毛病,而且他有精神病呢,证明他不是主观故意犯罪,应该免出实行 改成其他刑法,那咱们说说这个合情合理应该是吧,但坏就坏债呢 当时有个坏蛋叫权万纪,这个权万纪呢,是专门处理一案的一个官,他怎么得的,这官呢就靠高密讨好 皇帝才不断生下来,他就没犯过这次机会,因为张运古跟他不对付 他就上咒,皇帝说皇上啊,你怎别让张运古给骗呢,张运古为什么替李好的求情呢 有原因呢,张运古老家啊,他是乡州的乡州,但呢,旧河南北边,现在安阳一带 而李好的的哥哥叫李好的,是乡州事实,所以张运古在巴结李好的 他哥哥给自己老家的人不服力,这才给他求情,而且我有证据什么证据 张运古经常去监狱啊,看李好的 他跟你好的下集第一说明张运古在巴结李好的,俩人关系不一般 第二,这李好的要是精神病,那怎么可能会下集呢 所以说呀,这张运古身为国家法官,技法犯法乱 我大唐法纪皇上啊,您不但不能听他的,您还得狠狠知他最才行 唐奈宗一听怎么玩意儿,有这事来起了在企图下令把张运古斩下于东西 过了两天,唐太宗气消了后悔了,说张运古多好的人才啊 旧唐书里记载说,张运古特别聪明,博览纯书,善写文章《记忆力朝军》 唐太宗刚继位的时候呢,他就上书叫《大宝针》,本玉朝政 就因为这个唐太宗容颜大约才认命他为大理市政 而且接着在一调查发现李浩德确实是个精神病 唐太宗就因为这个事下了诏书说 据说今后啊有需要判实行的,必须让报给我 而且即使我也同意实行了,那也不能马上执行 需要重复报告三次,经过三次 你说我的一些不良情绪也都没了 如果这三次我都批准这人才能杀 你看唐太宗,这时候知道要谨慎,珍惜这个人 那这么谨慎还不够,唐太宗过来一阵儿就跟身边人凯太说 各部门断案判刑都是依法行事 有的时候极其法无可恕,但是情有可原 像李浩德这个事一样,可各部门呢未必敢忘做主张 这就容易杀很多不该杀的人 所以他又改了三次复义呢,改成五次复义 如果情有可原的,必须如实上报 咱们看着杀个人多麻烦的皇上点头才行 还得三番武器点头,所以这是真实历史 而有的影视剧呢说皇上不开心了 说杀就杀,别说平民百姓了 就是官员也杀军要臣死人不得不死 实际上,真实历史里皇帝要这么干的 让玉石言官痛不清的淹死 还得被使官放在史书里大马昏沥 所以一般有点静视,皇帝是绝不敢这么任性的 也就说判死刑这个可是 皇帝不能循心所欲,有的时候还得玩点花招 你比方说明代有个叫谢晋的文言 被称作是大明山大才子基 永乐大典就是他主旗边转的最后官当到内阁收复 但这么一个奇才呢,他有毛病 就为人太职,说话也起 情商比较低,经常对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明成主朱棣 咱们知道这明成主朱棣小心眼刚开始呢 明成主还也耐大 毕竟人家积言禁戒你要处分了 不太好,就给他扁了又扁 但他还是这臭毛病 后来明成主终于急眼了 你巫人称宁罪名给他关起来 首百叫乌人称宁的说 白了就你作为大臣啊 你对皇上不礼貌 这算经的罪还构成不了实行 所以呢,就这么呢 一直关着 一直关着 一直关到呢 永乐十三年 游乐十三年的靖越十三 锦衣卫指挥呢 而按照规矩呢 向明成主上报锦衣卫监狱里 在押的这些囚犯 明成主一看囚犯名单 有谢晋就说了一句 哎呀,这谢晋还在呢 哎,你看这就是有会说有会听的 就这么一句话 锦衣卫指挥就明白了 当天晚上准备好酒好菜 把谢晋给灌坠了 然后把他拖到雪地里面 倒着埋起来 活活给灌死了 第二天向明成主汇报呢 说谢晋啊 昨天晚上突发疾病死了 说你看皇帝想杀一个人 还得整这么多弯弯绕 还得被病死 所以在古代啊 死刑不容易 第一个原因 这些人口皇帝就想随便杀大臣 一般也不能让有规矩 那么古代死刑不随便的 第二个原因是敬畏生命 因为古代的科学不发达 所以特别相信鬼神 那随便杀人 不光容易计较冤鬼 还容易得罪老天爷 从而降价灾祸 说到这 就连镜石里面都有这样记载 就明末有个抗击英雄叫渠师 是被清朝杀害之后呢 家属收尸把他头装在一个木匣里 但这时候呢 一看他眼睛还睁着呢 民间有这么迷信说法 说时候我这眼睛闭不上 那就有心愿未了 所以他家里人呢 就对着他的头说 说你家公子平安无恙 你可以闭眼了 说完以后呢 一看他眼睛还睁着 有人又说了 说跟你一起抗击的 你的好朋友 教练也平安无恙的 嗨 这下徐世世这眼皮柴和尚 就这样甚至很多 你像和徐世世 同时抗击的杨廷叔 也被清明复获了 黎廷叔慷慨慨不去 仰天长笑 连呼大名 最后头都落地了 他口中又喊出一个大几千 展观清晰可闻 都能听得见 所以就连了 《勇往小书》里头 也经常有这样情节 说谁受冤枉了 被砍到之后 脑袋突然飞起来 有助患人什么的 所以古人很信 这个觉得 严死之后是有魂的 当当然砍都以后 后脑还有反应啊 这世事还是有可能的 现在有个法国的医生 已经救过这现象 像说认为眼颈部这个筋 虽然断了 但脑袋反应没有立刻消亡 还会有微弱直觉 你看有一个医生 犯了死罪 应当斩首 这是在法国的事 他朋友就对他说说 你的头落地之后 我捧着你的头 叫你的名字 你要有拒绝 就睁开眼 看看我这犯罪的医生 就同意了 受刑后呢 他的朋友 按照说的句作 马上把砍到地上的头捡起来 大声喊他的名字 结果死者头颅 果然惊眼看他一眼 然后就毕生 等你再喊 第二声的时候 他就没反应了 所以说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跟鬼怪什么的 没关系 但是呢 古人信这个扼杀个人呢 他有很多疑似 以比方说 秋后问斩为啥呢 古人迷信认为 灾难瘟疫祥日封年 这都是老天给的 而人的一切行为呢 必须符合天意 你像中甲之间呢 找木茂盛 生机不补 这时候呢 就当啊 恶极与人相机 而秋冬呢 草木枯落 这时候主角罪犯正当事 就肃杀之气 杀人可以再比方说 杀人五十三个 五十三个 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 永济绝望 鬼怪呢 难以作祟 能辟邪监长官行刑者呢 不 他怕鬼魂斩身 避免遭报应 这监长官 监长的时候 得上船套套府 窝外照一件 大红豆斗篷 用红色的功夫 行刑结束之后呢 还要绕道到 城隍庙里烧香 让城隍老爷管着 可能跟在身后的鬼魂 因为城隍在阴间呢 说白了 就等阴间的市长 管这些鬼魂的 然后回阳门之后呢 大方抱住官教 再进大门 进门之后呢 全体雅役都得出动 在大党院落排列整齐 挥动棍棒轿牌啊 驱逐着鬼魂 这些睡剂 你要在有杀人机前呢 你得呢 为着犯人的一块肉 一碗米饭 米饭上面插着筷子 这叫当面香香 然后呢 为犯人一碗酒 这个酒呢 他喝完之后呢 浑身这碗呢 必须得摔碎了 啊 这样才能避讳计 你要摔不睡就出事 据说这个宋江 巡洋楼头踢板时 呃 那个告发者 黄文炳 在宋江这个 被绑上机前呢 就得射到这监狱里 去看热闹 去 结果这个奸行 跪迹手呢 正给宋江 灌着碗酒的 灌完了一回身 把这碗往地上 就要摔个粉碎 黄文炳 倒霉吹的 就走到跟前来了 这碗紧摔到 他靴迹上就没睡 这时候坚信贵的手 一看坏了 就杀人 非出事而可可不齐其然 梁山博好汉 朝该无用啊 别鬼啊 这才有梁山好 汉闹 江州劫霸场 劫中将 所以你看 这就是在小书里边 对这种敬畏生命的 一种体现 所以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呀 迷信的古人 不敢随便杀人 这古代死刑 不那么随便 这是第二个原因 就是敬畏生命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受儒家思想影响 就古代法律 是以慎行为原则的慎行 就慎杀 就谨慎用行 谨慎用死刑 所以古代不光死刑 不容易受儒家思想的 有时候以挺人性化 你比方说 孕妇犯了死刑 怎么处理呢 首先是死刑延毂 等他把孩子生下来 生下之后 一百天再行刑 其次是善今 就是不用带家说什么的 这些孕妇又是犯了死罪 比较自由 而且不得殴打 可以由政府安排呢 在监狱外生产 生下孩子没人养 那政府安排人抚养 还有古代讲究啊 不像有三无或伟大 如果没遗留下了后代呢 被认为是不肖的 所以呢 如果真难使求 在入狱之前 就娶了老婆 那么在被杀到之前呢 羊们就会让他老婆 到狱中来 陪他 一直到当老婆怀孕 确保有后代 才会急行死刑 如果难求 在忧郁的时候 还没有娶老婆 就允许嘉玲 给他安排一门亲事 来为他传宗接代 不光如此呢 在行刑前呢 官府都会让死刑犯 气饱喝醋 哎 有时候 你寄个点菜 或者家里人送菜 朝廷也往下 驳着银子 哎 洗钱给你办一桌酒席 让你吃 让你喝 当然最能严信化体现的是 古代的信心思想 就是死仇 有几条途径 可以免出死刑 你比方说 大赦贴一下免死金牌 这些咱们以前 老梁同史都说过 那属于特定严存 特定情况 那说一般老百姓判了 死刑怎么办呢 第一种呢 有的朝代 可以用钱赎改死刑为流放 当然 你不能是十恶不赦的罪 第二个呢 就改死刑为公刑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个实际 作者是马迁 就属于这种 所以古代呢 对死刑相对来说 是比较慎重 那古代死刑 如此呢 现代死刑更是这样 现在亦有 特别恶劣的案件了 很多人就喊不杀 不足以平微犯死刑 不需判死刑 其实呢 死刑这个是有利有弊 客观上来说 它确实维护了 社会安定 对前债犯罪者的死刑啊 恶比较极端 确实有极大的社会震慑作用 能警告社会中的不安分分子 和潜在犯罪者 从心想上起到这种作用 减少犯罪率 但是死刑也违反了法律的立法 根本就从根本上 切断了犯人 毁过寄信的机会 是通过消除肉体 来消除跟在心中的恶 以恐怖的死亡方式 作为威吓人民的手段 这等于是 把心想上教育 各指一边了 就以报之报 最终只会引起更大的报 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犯罪的问题 而且你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呢 就说这个死刑 没有任何一种事情 能够解决 你已经消失的生命 你怎么能够挽回你 通过杀另一个生命 来为已经消失的生命 来报复 来情绩犯罪 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讲 都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 所以目前 咱们刑法当中也在减少死刑 尤其可杀 可不杀 尽量不杀 这个思维观念 已经在中国司法界了 算是恶比较深入人心的 我想 这也是现代中国 司法文明进步的表现